两岁男孩落入无盖阴景 地下管道成为夺命杀手 一个孩子养了那么久了 一下子没了 那种心情我相信 任何一个做父母亲的都能够理解 是不是 地下管线地图变寻不见 谁能说得清 不见阳光的世界 没有 你看一下 你不是真去看一下 没关系的 有的话我们肯定说有啊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盈盈 说到城市呢 我们自然会联想到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 广场街道 花坛草坪 这是一个城市地平线之上的面孔 但是这城市在地平线之下的面孔 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会想象各种管网错综复杂 阴暗潮湿 那么这个地下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谁在管理它们呢 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城市的另外一张面孔 我们今天的故事呢 先从湖南一个小城市刚刚发生的一起事故开始 湖南衡阳长宁市 一个地处中国中部的县级市 2013年5月20号 一个名字叫做邓杰宇的两岁男孩 在一个绿化带上玩耍时 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没有盖子的阴景里 这五四点钟的时候发现的 然后发现以后我们就帮他把那个小孩采取一些措施 给他 我们就是给他那个急救啊 吴卫群经营的店铺正对着小杰宇失足掉落的阴景 整个事情的过程 吴卫群都亲眼目睹 平常的时候 我们就是正常在这一块玩嘛 这个店面这边玩 然后小孩都是在那边玩 事发时 吴卫群正和小杰宇的母亲在店里聊天 小杰宇自己在店铺外面的绿化带上玩耍 平常的时候因为就是没有 没下大雨 就是那个井里面就没什么水 但是那天上午下了雨以后 就是那个水特别的深 那小孩掉下去 可能就是这样 这样掉下去的 啪的下去的 发现孩子掉进井里之后 小杰宇的妈妈像疯了似的 把自己的身子探到井里 拼命的努力着要把小杰宇捞出来 终于小杰宇被捞出来 但是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我们是五月二色的下午 一时六点三十二分 就是我们子费中心转 转转到我们所里面 所以这个外反西路的 有一个小孩掉到子里去 作为事发辖区派出所副所长的管春茂和当职民警赶到现场时 小杰宇已经没有了生命特征 当时我们看到那个她的母亲 这个秘水带小孩的母亲在抱着那个死体在那里 我们聊到这个情况以后呢 我们马上就向上这些一些初步的调查 这种初步调查 在我们就通知我们场面是那个技术人员感到向上 现场也有这些难以初步的鉴定 现在很鉴定 这个小孩子他们一定还是历史死亡 小孩子 那小孩子长得又漂亮又乖 小杰宇的亲人至今还记得她可爱的样子 小杰宇的舅妈告诉记者 孩子上个月还在她家里住过一段时间 小孩子在这里 我的小孩都喜欢她 喜欢得要命 她又乖 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小孩子 她很聪明的 在我们附近的 她在这里十多天 我们这旁边的邻居都很喜欢她的 小杰宇的舅妈说 事发后 她第一时间赶到城里 看到躺在井边的小杰宇 和抱着小杰宇的妈妈 不吃不喝了 也不睡觉了 整个人就好像没有坟一样了 你跟她说话 她没反应的 她老爸也是走路都走不稳 我都快崩溃了 说实话 一个孩子养了那么久了 一下子没了 那种心情 我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亲的 都能够理解 是不是 事发后 长宁市年夜召开协调会 研究善后工作 并对全市范围内 所有地下管道井盖 和在建项目 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出事第二天 自来水公司和小杰宇的父母 达成了赔偿意见 考虑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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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的家里面 是山区里面的 家里面困难 我们的司法的 司法所的给我们算了一下 全部 按照全赔的话 也就是十几万块钱吧 所以考虑他们家里面 比较困难了 父亲还在广东打工 政府我们政府的 这个人性化考虑 所以总共来 比较二十万块钱 现在 出事地点附近的 所有阴井 都盖上了井盖 然而这一切 已经无法挽回 小杰宇的生命了 在这条绿化带上 一共隐藏着 257个阴井 他的邻居告诉记者 发生事故后 陆续有不同的部门 过来盖了 四十多个井盖 也就是说 如果杰宇 没有掉进这个阴井 他很可能会掉进 其他的阴井 因为危险 近在咫尺 一个可爱的孩子 就这样 倒进了下水道 而失去了生命 他不知道 这个城市 另外一张面孔 是这样的 争鸣和危险 而就在此前 湖南一位 21岁的花季少女 杨丽君 就因为坠落在 长沙街头 一个排水井 而遇难了 城市的另外一张面孔 为什么如此的恐怖 谁在负责 管理的这个地下世界呢 我们的记者 在湖南衡阳的 长宁市 进行了调查 记者看到 位于绿化带中的 事发阴井 井口直径约 八十厘米 而在以前 整个长宁市 外环西路 类似这样 没有井盖的阴井 还有很多 附近的居民 告诉记者 以前就有孩子 掉进去过 只是当时井里 没有积水 孩子掉进去 只是造成了一些皮外伤 并没有人在意 没有井盖 一直都没有 一直都没井盖 而且那个 布兰嘛 你看到那个围栏 刚好留过 大概是一米的口子 在那个地方 就造成了一些 安全事 没做 小结语掉进去的 这个阴井 属于长宁市自来水公司 那么自来水公司 为什么没有发现 自己的阴井井盖 丢失了呢 那个原因是 我们去年 一二年三月份 这个单向工程研修以后 那个井盖我们是完好的 后来不久呢 这个丢失了一次 这个井盖是提的吧 有些呢 它有一点回修价值 必到以后 我们已经补了一次 四月份 这个这次度查的时候 这次呢 没有我们的 唐科 长宁市自来水公司 党支部书记 他告诉我们 全市范围内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检测井 他们虽然经常检查 但是 还是出现了疏忽 这样的井盖 将近一千五百 除自来水公司 就有一千五百多个阴井外 长宁市 还有通信 电力 有线电视 排屋等多个部门 他们都有自己的阴井 吴良忠 长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委委员 他告诉记者 长宁只是一个县级市 地下管网 不像北京长沙那样 一二线城市那么复杂 城市地下一共只有九种管道 分别是污水管 排水管 自来水管 燃气管 电力线 有线电视线 通讯光缆 电缆线 和路灯电线 如果光自来水公司的阴井 就有一千五百多个的话 那么 长宁这个县级市九个部门 所有的阴井数量 又是多少呢 没想到在住建局工作多年的吴良忠也说不出这个数字 那么这些阴井下面的管网又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呢 如果查找到那一般的时候就直接到我们局里面去十月到相关部门来查找就可以了 吴良忠告诉记者 长宁是个小城市 要想查询地下管线的地图和分布情况 应该非常方便 其实有普通的市民 他也搞建设 如果是防务阶段 设计在这个地下管网的时候 他也是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部门 相关科室 相关股市里面可以直接查询 这个不是很有利用 对于吴良忠所说的查询方便 长宁市自来水公司也给予了认可 好调查吗这个 这个我们到有关部门了 联系以后调查 问清楚有个好调查 我们各个单位都有档案可查的 在住电局负责人吴良忠和自来水公司负责人唐科看来 要想查询一下 长宁这个小城市的地下世界 其实并不复杂 但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记者决定挑选长宁一条市中心的路段 来查一查它的地下模样 这里是位于长宁市城中心的秦银中路 在这条1.5公里的路段上 有上百个地下管网的标识 那么在这条路的地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有多少种地下管网 以及这些地下管网是如何布局的呢 从现在开始 我将寻访相关单位 看能不能解开这地下之谜 记者首先来到了长宁市自来水公司 这个在当地拥有一千五百个阴景的机构 能够拿得出市中心的地下管网的图纸吗 下面一个群银中路 然后咱们自来水的管网 从哪里可以看得到 总图上面是看不出这个详细位置的 它在到具体的丝根图 一些东西才能够 从哪里才能 一些丝根图 这些都请问这个图子 现在我们这里没有 这个回答让记者非常吃惊 一个自来水公司 连自己所在城市市中心的地下自来水管线地图都不掌握 他们怎么能够做到完善的日常管理呢 如果因仅井盖丢失 或者地下管网漏水 又或者要改造管线 他们怎么能够及时的发现 并且迅速处理呢 按照自来水公司负责人的指定 记者来到了长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属的 供水排水管理办公室 那么在这里能够查到 群英中路地下自来水管网的分布图吗 郑友军 常宁市供水排水管理办公室主任 他很快给记者找到了一张 全市的被排水图 在这张图的最中间的位置 就是群英中路 是现在没有 这一段哪条 这一条 这一条是吗 对 这也看不到 景盖的这个图上没看不到的 那在哪里 只有一个走速是吗 对 这个走速我们走进去清查 这个排查的时候 把那个树清了出来 战友军说 群英中路属于老城区 1987年建设的时候还没有单独的图纸 更没有电子版本 而后来也没有对此进行补录 因此他们这里也就没有这条路的地下自来水管网图 同样也没有其他的管网图 如果想查询这条路地下的自来水排水以及污水管道是如何分布的 以及这些管道在地下的深度等等信息在住建局是查不到 必须要到其他部门进行查询 正在市中建设的我们可以掌握 但是如果这样成立 我们就把这些资料就移交给城市府管理司法局了 为了查询市中心的地下自来水管网 自来水公司把记者推给了住建局 而住建局声称 他们早已把资料移交给了城市司法局 于是记者又来到了长宁市城市职法局 这一块地下的官网咱们这都能查到哪些 我们这里就是就是路的这块是我们就有 那个排水的就是那个它都是指挥部 就是它说加好了这已经给我们 这样的 廖长云长宁市城市职法局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负责人 他肯定地告诉记者城市职法局掌握了 长宁所有的地下官网图质 但记者提出想看一看 群英中路下面的官网图时 廖长云却犹豫了 原来他们这里并没有什么图质 只是一些文字资料 就一直都没有补这个图纸 不是现在还没有 那市里面准备搞给上了 可能准备搞这次 可能准备搞 对对对 那住建局那一块 知道我们这一块 那住建局这一块 住建局说是咱们这边有 所以我才到这里来查了 住建局说在城市职法局 可以查询到地下官网图纸 而城市职法局又说 是住建局负责这项工作 那么群英中路 这个1.5公里长的市中心 重要路段 它的地下官网 究竟属于谁的管辖范围 而从1987年到现在 二十多年里 又是哪个部门 在履行日常监管的职责呢 群英中路的谁出责 有没有记录 群英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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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电话 是市民都可以打的 发现问题都可以 对对对 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 作为常宁市 城市职法局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 负责人的 廖长云说 群英中路 群英中路 主要是靠市民 拨打热线电话 来进行管理维护的 那么这些年 热线电话所反映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呢 这些年一点 记录都没有 有啊 有啊 记录有啊 在办公室 然而 记者等了半个小时 城市执法局办公室 始终没能找到 这份电话记录 廖长云承认 作为常宁市中心的群英中路 其地下的自来水 官网图 常宁的任何部门 都不掌握 记者看到 群英中路 作为常宁的市中心 商业繁华 人口密度很大 交通也很繁忙 但这里的地下排水 污水 自来水等管道 是如何分布 管道埋设的位置 等等信息 相关部门毫不掌握 安全隐患 又该如何杜绝呢 地下水管的图纸找不到 那么地下燃气管道的图纸 能查到吗 群英中路 群英中路吧 对 看下来管我 群英中路 群英中路 朱晓林 常宁是燃气办主任 他告诉我们 群英中路地下的煤气管道 正在铺设 还没有完全验收 因此 没有任何的图纸 如果记者想看的话 他可以帮我们联系一下 正在施工的燃气公司 我们以群英中路为例 这一块有多少天然气管网 天然气管网 我就是从这个接口 大概1公里多 1.5公里左右 正在施工的彭广军 告诉记者 他们目前铺设 燃气管网的难度非常大 很复杂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成本也大 你说复杂是在哪方面 道路结构比较复杂 地下也复杂 地下的都有 复杂到什么样 复杂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 像污水管啊 知道水管啊 电信电啊 它都有 彭广军告诉记者 他们也曾尝试 向相关部门去查询 各种管网的分布图 但得到的有用信息 非常有限 所以现在 他们只能靠自己 一点点的来踩点 这样我要铺这条 我就先 搞一个混断面 取点看它下面有哪些管道 那你等于你自己来做 对对对 所以我们相应的投入就很大 那不可能不能去相关部门去查吧 也有 因为查的时候 它可能 因为有些事是十年前 以前做的 它可能规范局里面 它可能缺失这些 即便你自己问完 也要自己做一个空间 对对对 这样放心一些 这样放心一些 地下水网查不到 那么通信光缆的图纸有吗 记得随后 又走访了联通 移动和电信等通信部门 看看他们 在群莹中路下面的光缆 是如何分布的 我们这边还是不能够 那个了解不了 了解不了 像这一块地下管网这一块的话 我们所有的监视从报批到所有的项目计划 都从商业下打下来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属于指管单位 因此地下管网到底是如何分布的 他们完全不掌握 他表示会向上级反应 张举方记者要到图纸 不过截止到我们发稿时 记者始终没有看到他们公司的地下管网图 那么位于长宁市中心的群莹中路 到底在哪里才能够查清它地下世界的构造呢 我们的记者去了好几个部门都没有找到长宁地下管网的图纸 这让我们非常担心 因为如果连最基本的信息都不能掌握的话 这些政府部门又怎么可能管理好这个复杂的地下世界呢 不过呢 这些部门也告诉我们说 按照规定 所有城市建设单位的档案资料都要向城建档案馆报送 于是我们的记者呢又来到了长宁市档案馆 继续寻找群莹中路的地下管网相关的资料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我们记者带会的调查 欢迎回来 一座城市的城建档案馆呢 是负责集中保管本城市规划建设勘测等资料的部门 那么我们的记者在那儿 能不能找到群莹中路的地下管网图纸呢 2013年5月25号下午 记者怀着最后一丝希望 来到了长宁市城建档案馆 希望在这里能够解开这个城市市中心的地下之谜 我们想查一下群莹中路的地下管网图 在咱们这儿能查到哪些种类的管网图 这个因为是在80年代开始建成的 我们管理是90年才成立的 前面的资料没有进我们管 我也不知道这个资料在哪里 我前面的事情不太清楚 这等于是群莹中路在咱们这也查不到任何地下管网的任何图 这个群莹中路我们这里没有资料 一点资料都没有 一点资料都没有 吴世波 常宁市城建档案馆馆长 他告诉我们 由于群莹中路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 因此档案馆没有任何关于群莹中路地下管网的资料 那么作为1994年建成的档案馆 新建的道路地下管线有没有资料呢 在等待工作人员过来的时候 记者向吴世波馆长问起 目前有多少地下管网在建设完成之后 会向城建档案馆提交施工图呢 没想到吴馆长连常宁市地下管网的种类都还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这边还没完整个好 所以整个人我们这边在派人在学习还没搞好 吴馆长承认事实上从建管到现在 还没有任何单位和部门向他们提交过管网资料 因此他无法说清地下管网的种类 过了一会儿 城建档案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赶过来 他明确表示他在这里工作了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地下管网图纸被移交给档案馆 没有任何官网 没有你看一下你不是你真去看一下没关系的 有的话我们肯定说有啊 你们这几天来到我还说没有啊 那就是说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地下官网的任何处 还没有没有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采访我们与十几个部门和企业打交道 对于听中路的地下世界我们依然无法了解 其实不仅在长岭在很多城市每天都有类似我身后这样的大厦在拔地而起 城市的地面上的世界越来越漂亮 但地下的世界是越来越说不清楚 因此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在城市建设的时候能够对地下管线的布局 以及建设之后的全署还有安全等问题能够真正的理清 因为只有这样类似小结语这样的悲剧才不会再次发生 再过两天就是六月儿童节了 但是注定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叫做结语的孩子的笑声 他的离开把活着的人再次从城市飞速发展带来的炫目与自豪中拉回到现实 看看你和我的脚下还有多少危险 结语的意外呢乃是意料之中 即使它不是在长宁悲剧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城市 因为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我们的脚下那个不见阳光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的城市欠账越来越重了 是债总是要还 希望这样的悲剧能够再次提醒我们 一座城市外表再光鲜 唯有地下还是它的良心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